我不知道各位观众对佛法的认知是什么 在这个时代 如果想要在佛法中修成正果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 现在的世间 无论在色生相畏触法上 都有无量无边的变化 人民在色生相畏触法上 已经无法脱离 就好像雨水滴落在地上 与灰尘结合 结合成污水 已经难以分清水与尘一般 佛陀在二千多年前降时 目的是为了要打开众生的佛之剑 也就是开佛之剑 只是给众生 何为佛之剑 也就是视佛之剑 从而令众生明白和悟到佛之剑 也就是悟佛之剑 最后令众生入佛之剑 解脱一切束缚 在《原觉经》中 佛陀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就算是当下的你 也本来是佛 但是你并不知道 自己心中的这个佛性 而向外攀缘 向外去求 为自己造无量烦恼 接下来几个月 我打算把《棱烟经》中所有的经文 都翻译成非常浅显易懂的对话和内容 并参考宣化上人浅识的版本 加以优化 从而进行解说 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观众心解脱 如果想要时刻关注我更新的《棱烟经》解说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棱烟会常见